好,在這個單位裡面 我們要講的是所謂的 資料的拆分跟合併的一些 技巧 那第一個重點在這裡 假如說今天來講,我要把A欄,B欄,C欄 的資料合併起來 放到D欄的話呢,會怎麼做 以前最簡單做的就是 等號A2 And V2 And C2 我打完公式,按Enter 以後它就出來了,然後我只需要幹嘛 右下角這個拖到方塊按滑出左鍵兩下 它就全部算完了 可是這樣的方法呢,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方式是什麼 比較麻煩的方式 第一個 我把這個格子幹嘛 Ctrl C 到這邊幹嘛,Ctrl V 然後再來去到 這個格子,Ctrl C 我要這個格子點邊記列 Ctrl V,把它注意到這裡面 把它的資料框起來 你沒有框進來 它不會認定,Ctrl V 然後再來第三個格子一樣 Ctrl C 到第二主要格裡面,Ctrl V C再Ctrl V這樣做完 做完以後呢,很多人會碰到一個問題點 你要往下複製有沒有 有一個叫做快速填路 Ctrl E 它就自動幹嘛,把你快速填路了 有沒有,那會照你剛剛的那個 這個規格來填下來 填下來 那這個填下來裡面呢 就會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這是合併 那玩家合併完的結果 要拆分怎麼拆 譬如要拆2543 我不要它的英文編號 我只要它後面這個數字編號怎麼辦 那很簡單 2543 你只要打那個數字 Enter以後對不對 一樣按Ctrl加1鍵 它會自動幹嘛 就會幫你拆分了 2543 下面是1923 4130 一個一個都幫你拆分好 了解我意思嗎 那這也是一種方式 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就是說 它自己去判別 自己去判別 那有的時候是幹嘛 我不一定要拆這個編號 我只要拆信的話 信你也可以打一個5 有沒有 然後按Ctrl1 好了 它每個人的信誓 全部都幫你拆完了 拆完了 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非常的快速 就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要拆的資料 整個 你可以拆分出來 但是金額你不能亂拆 金額這個是薪水 你不要給我寫一個 老實說寫個500 它就會拆成什麼 210 360 前面三位數 它會自動幫你拆 所以 SEL裡面提供的這個功能 非常的好 叫快速填路 它的快速鍵就是 Ctrl加1鍵 所以特別注意到 這非常棒 好